民眾黨在今天 終於是揭牌了 揭開他們的謎底 他們要推自己人 然後大家看了也是 布莎莎 第一個看不懂了 民眾黨把黃莎莎 列為他們黨團的幹部 還不是總召 是副總召 然後同時間要讓他 去選立法院長 這是其他黨團 從來沒有過的一個安排 那民眾黨可能人少 不得不這樣安排 那另外一個比較難以理解 是你叫了藍的 還有綠的來跟你面試 人家已經答應你四項要求 還加碼一個加二加一 都加了 加了之後說不好意思 我們要自己推 那到底是幹什麼 怎麼會來玩到這種程度 然後黃國昌也預言說 這個第一輪一致會投票 八票都投黃山山 第一輪如果沒有產生 這個院長出來 第二輪民眾黨 就不會進去參與投票了 那至於副院長的部分 就看早上院長選出了誰 他們再來協商 看要到底接下來要不要推自己人 他說如果黃山山當選院長 民眾黨就不會推 自己副院長的人選了 那這個黃國昌辦公室 謝謝大家 未來共同的努力 那許甫民眾黨的副秘書長 現在就開始敲碗了 菅哥 菅哥你那麼喜歡黃山山 會不會再一次陷入天人交戰呢 王世堅當然就過往 跟黃山山感情非常好 陳廷飛他可能是其中一個人物 民進黨立委很多人都大罵特罵 陳廷飛就說刷存在感 反感 自食惡果 那柯文哲他有被問到說 你這樣子是不是會變小然 保送了韓國瑜 他說那我直接投韓國瑜 不是更小然嗎 他現在是因為 這個要點名民進黨的高層 好好思考一下 看你是要韓國瑜當選 還是你要把票集中在黃山山 你要想清楚 那當然民進黨的高層是誰 就是這個賴清德 賴清德已經講了 希望民眾黨到第二輪 還可以是投你自己覺得 最好的那一個人選 聽出來好像沒有要特別 跟他合作的感覺 黃國昌也講說情緒勒索 什麼叫保送韓國瑜 這種說法就算了 那柯揭明就說 我們絕對不會把票灌給黃山山 因為他們都已經 經過黨團的提名了 但是經過黨團提名 又算什麼 因為連蔡其昌 剛剛自己在IG上面都講了 大家是不是更希望 有一個蔡委員 從蔡副院長搖身變回蔡委員 還可以質詢 大家是不是更期待這樣 所以黨團 他自己就講的一副 他不是很想選的 所以黨團提名 可能也不算什麼 另外一個黃國昌做總召 未來他可能一定 也不是可能 就是要跟柯建民 還有包括傅昆奇一起協商 所以有人跟他喊話說 見到人至少打個招呼 好像意思說不要那麼窄 請教楊明 我先從黃國昌這個角色講起來 那天禮拜一我到立法院旁邊 就是看他們這個韓國瑜 去拜會民眾黨團 黃國昌看到我在房間 他主動跟我打招呼 他說你也來了 其實我嚇一跳 我想說黃國昌老師果然變成一個 溫暖而富有人性的國昌老師 真的跟以前在立法院不一樣 他第一屆在立法院 不跟你打招呼嗎 他走路已經是這樣 背著一個書包 然後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只看得到他鼻孔 就是一般人 因為他會滿高的 所以一般人其實就是說 可能沒有 你很難被他主動打招呼 但是這一次我覺得他確實 還是因為四年之後你變有名了 我覺得他的性格有做一些調整 他有在調整 也許他的人設或是說 因為他在網路上變成一個 大家喜歡的國昌老師 他的人設變成一個 溫暖富有人性 所以那天韓國瑜擁抱他的時候 他沒有拒絕對不對 即便下面去起哄說 下午的蔡其昌 說要不要擁抱一下黃國昌 黃國昌也沒有拒絕 是蔡其昌拒絕 所以他現在變成一個比較溫和的模式 對他未來去選所謂的 不管縣市長要什麼 可能會比較有幫助 這第一個 明天當然現在答案終於揭曉 這個底牌我們講圖窮比線 民眾黨這把刀 決定插在自己身上 就是我沒有要壓在 國民黨也沒有壓在民進黨 但是我們按照這個席次的分配 國民黨52加上兩席友軍 這個54票的實力 民進黨51票 民眾黨8票 那這8票投黃珊珊 民進黨投自己的游錫坤 國民黨投韓國瑜 那就會進入第二輪 如果這個在沒有跑票的狀況下 那進入第二輪 為什麼民眾黨選擇不進場 因為第二輪的選票只有兩張 只有兩個人選項 就是不是游錫坤 就是韓國瑜 我進場 我如果說我要投廢票 或者說我們都空白票 你進場如果有8個人 裡面有人跑票怎麼辦 有人中午去跟人家吃個飯 然後突然就被想好說 你們只有兩年任期 你兩年任期結束之後 我們另有重用 搞不好就會有這種風險 他們講團進團出 提供一個位置讓你做四年 比這兩年還更有用 這個就是會有風險 所以他們決定第二場 我連藍跟綠 我連選擇都不要選 我就是不要進去 所以他某種程度上 他走民眾黨自己的路 可是因為剛剛我講的席次分配 這個結果在民眾黨 不往藍 不玩綠頭的狀況下 對誰有利 理論上是對韓國瑜有利 所以民進黨一直講說 你這個就是保送韓國瑜 保送韓國瑜 可是民眾黨有在在乎嗎 因為柯建平這一段時間 我必須講 游錫坤的姿態很低 每天說我單一招為制我也支持 國會改革我也支持 結果沒想到每天是柯建民 在羞辱民眾黨 我都搞不懂到底民進黨 到底是想要民眾黨這巴西 還是想要把他們推走 楊敏我問你比較具體的 因為現在包括說賴清德 亮哥說他招安了兩個 民眾黨的立委 要給他們關位 甚至有傳出來民進黨的 現在開始有聲音 林志宏高雄市議員 他也喊出來說最大原則 韓國瑜不可以當上院長 所以不妨跟黃珊珊來合作 他說一定很多人罵 但他不得不提出來 開始有一些巧妙的變化 現在也有傳出來說 國民黨他們算可能有四個人 有一個是菜鳥 有一個可能是家人 在民進黨的政府體系裡面當官 然後第二個他官司 第三個第四個是自己 又或者他家人有相關的官司 現在可能要看人家的臉色 這四個人可能會被挖長腳 這一些最新的發展你怎麼看 第一個 有沒有可能有民眾黨人入閣 那是520的事情 你二月一號 我跟你講就算今天你跟民眾黨談了 民眾黨好順利的讓你游錫坤當選 他520都還可以反悔 以前不是沒有過這個潛力 貶送會見了面 簽了協議 沒多久就翻臉了 所以過去政黨合作 有很多真的都這個談 沒有辦法這個有完全的默契 你真的不好說 所以現在你說這個兩個白尾 很多人直接點名了 就是賴香林 賴香林最有可能 為什麼 因為他有政務官的經驗 而且是勞動部 而且他是社運界 他過去其實跟民進黨的互動 還滿平凡的 而且現在部長一直被質疑 對 所以有沒有可能 這個還不知道 但是我認為明天院長選舉之後 會去談 那四個藍的可能是誰 這個我們就不好說 但是因為他裡面描繪的一些 這個輪廓 官司有兩位大家都知道 我認為 我認為是國民黨故意把這個訊息 拋出去 讓這幾個人洩壓 就是說因為我們已經被盯上了 就不敢有動作 他就可以跟 如果今天有人接觸 我們這次抓很兇 我必須要亮票 反而讓他們可以拒絕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種叫做 我把他見光死 你綠營別想打主意 我們已經盯上了 好 另外一件事情 要請教這個玉峰 民眾黨現在自己內部狀況也很多 都猜新的會期還沒開始 明天才報導 結果他們自己黨部 五個中央委員就請辭 說沒有辦法跟柯文哲溝通 柯文哲說這很犀牲 平常都會有這種狀況 那徐先晴 最漂亮的這個發言人 他也傳出來要請辭 新竹市政府發言人的職位 他說他可能要佈局雙北 可以做歷練 然後小戰爛 戰爛姊姊 陳志涵他是科進班的發言人 他現在可能要掌這個 黨的有關的政策會方面 比較新聞把它做對比 是因為民進黨做政策會的 新的執行長是王毅川 要跟他隔空交火 我覺得陳志涵聽到這個比喻 可能不是不會很開心 就是跟他怎麼做對比這樣子 另外一個人是科進班的 科辦的主任周瑜修 他要接黨的秘書長 那早上就有人問他說 周瑜修還有包括戰爛姊姊 這樣的佈局 是不是感覺好像空戰跟陸戰 找了鷹派的人 然後柯文哲沒有否認 陳志涵是鷹派 但他說周瑜修應該算是鴿派 有新的人事的這一個佈局 那另外一個王志安的 在社群上面 柯文哲的妹妹 有去公開的跟他戰俠 他說其實他自己也被這個名嘴 說台灣的民主已經傾斜了等等 其實王志安 雖然他有這個歧視的言論 也有人認為說 他被民進黨給無限擴大 有一些人是支持他其他的言論 但網友說你這樣子去戰相 他是不是支持殘疾人歧視 算是善良嗎 大開眼睛 請教余峰 好 我們現在來講 民眾黨來講的話 中央委員 中央委員這個位置 其實算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當初蔡壁如在柯文哲這邊也是 柯文哲想他回來做中央委員 你說很少以後有政黨 一次走五個中央委員 你雖然在說有人要出國 有家庭因素 那些都是騙人的 就是做不下去 如果做得下去誰要離開 那這個中央委員 其實在民眾黨這邊 已經被他們弄到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方向了 變成一個叫調劑缺 如果我今天不知道把你放哪裡 像蔡壁如 你放出去怕他飛走 你怕他撩 怕他死掉 那不行 那就放中央委員 那到底跟柯文哲講不講得上話 不要說溝通 聽說有些連講到話都很難 所以這個就沒有意義 如果我今天做個中央委員 你跟黨主席連溝通 連講話都沒有辦法 那算了 那就不做了 那至於戰狼小姐姐跟政策會的話 其實民進黨的政策會跟 這個民眾黨的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大家記不記得 民進黨政策會前執行長是誰 羅志正 他是什麼 他是立委 他是被卡到那事情下來嗎 所以民進黨的政策會 以後很有機會 代表什麼意思 王毅川要進立法院了 因為他大部分來講的話 是做一個政策會的一個執行長 你是要說跟黨 還有跟立法院裡面的委員 做溝通的 所以我在看這個點 是這個樣子 你說跟在場小姐 所以連同是游行坤會被逼供嗎 其實滿簡單的 第一個游行坤如果沒有選上 一定會被逼供 第二個你要讓王毅川進去 還不簡單 不分區幾個進內閣就好了 只要入閣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以後王毅川 要進立法院的機會是非常的大 至於說科辦的發言人 陳志涵 戰狼小姐姐 跟他的一個對比 其實我覺得民眾黨 他們的名字跟大家長得一樣 但是他們做的東西 其實我很難想像 他們的政策會 會不會是真的政策會 我覺得不太可能 就是這麼單純 應該還是來幫主席辦事 比較為主 不過大家更關心了 除了政治之外 我們台灣的清廉程度 到底怎麼樣 大家印象中覺得過去一些貪汙的新聞 非常非常多 現在傳出來去年的全球清廉印象指數 我們要在全世界排在第28名 僅次於紐西蘭跟新加坡 如果在亞太地區的話 我們是當第六名 這個香港 澳洲跟日本 都在我們前面 我們領先的南韓跟中國 但是我們跟2022年 前一年再比的話 我們的退步了一分 排名掉了三名 其實滿分是100 所以其實現在68 67等等 這些都不算很高 還是有一個很大的進步空間 那之前很有名的 前懲戒法院的這個院長 李柏道 他其實很有名 因為他性騷擾的女避武署 還有包括還有霸凌的 這一些事件 但沒想到又崩出新的狀況了 他有貪污 他用特別費 為他醫師的兒子 宴請醫界人士 幫他打通關係 然後更可惡的是 我覺得懲戒法院的人 聽到這個可能很生氣 他把這一個快要過期 家裡面的咖啡豆 跟懲戒法院的吊包 自己家裡喝是正常的 然後懲戒法院喝的是快要過期了 這有點過分 霸凌官員 隨身人員 目前這個是被爆出這些事件 還有包括我們高雄的警察 他居然跟詐騙集團做勾結 他沒有抓他們 沒有打他們 居然還跟他們做掛勾 然後每個月就進帳兩百萬元 然後一個警察薪水其實不高 但是他居然可以靠自己的實力 開賓室破三百萬 送給女朋友名牌包 要價十六萬元 這太可惡了 他把我們個資還非法查出去 然後包庇這些詐騙集團 還泄滅 有夠可惡的 還有包括我們陸軍的特戰下士 也是一樣 他跟詐團裡面 自己在裡面窩裡反 私刑爐走了自己人 還勒索兩百萬元 是陸軍特戰的指揮部的下士 這也才是太離譜了 還包括另外一位女中士 他把十二位同袍當提管機 為什麼 這個女中士 他當了人士 管人士 他說來來來 如果你想要管休假 買年資 補年資找我 我想辦法幫你造假 結果總共榨得了十三萬 真的是有點恐怖 請教楊明 關於這個其實我覺得 這個李博道前院長 他的這個案子 讓大家覺得很傻眼 你性騷擾就算了 居然什麼過期咖啡豆 拿去院區裡面去換成新的 這個讓人匪夷所思 我覺得你已經當到法官 法官是終身職 而且退休縫 你知道嗎 是非常優渥的 那時候年改 就是法官他們年改 基本上沒有什麼修改 就是他們的退休的待遇 都非常好 所以當他今天 如果今天這個案子 後續如果被辦貪污什麼的 他可能連退休逢都會被取消 所以他接下來可能會得不償失 為了那一點點的迎頭小力 去做這樣的事情 真的是很糟糕 那當然現在 之前我們看到好幾個是 台北的警察的風紀問題 有那種所長去勾結詐騙集團的 有詐騙集團的女朋友是警察的 然後去配合有什麼毒品 什麼相關的牽連的 結果現在沒想到高雄這個更厲害 這個等於是無間道了 哥哥這個去警察 弟弟去詐騙集團 然後兩人互相合作 然後哥哥還當軍師 你看 出謀劃這 等於是一種什麼家族企業 我到警察裡面幫你處理 你今天要查什麼個資 你今天要我們警察怎麼查 這個詐騙集團 我都告訴你 你就不會被抓 所以這個 我說這種案例 我們未來擔任警職的人的 包括他的這個身家的清白 包括他如果有異常的 比如說炫富 有異常的這些所謂的奢侈的行為 我覺得我們的政風機關要特別注意 那當然另外就回到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軍警的待遇是不是過低 於是導致 人家講那個要用什麼養簾 要給好的待遇 對不對 要給他夠 你要給他足夠生活 而且讓他買得起房子 買得起車子 他就不會把念頭 一個月老實說 一個月兩百萬 真的很少有人可以抵擋這個誘惑 可是 可是這再怎麼樣 他們要面對的 就是後續的刑責 一旦你看像這個案子 東窗事發之後 他接下來面臨的 這個腦遇之災 可能會也是同樣的 讓他得不償失 但整體來講 我覺得我們國家社會 這些案件 你會發現都小 好像都是基層螺絲釘 可是螺絲釘 為什麼他們敢這樣做 難道不是因為他們看了 有樣學樣 對 可是這些大官們 會不會都抓不到 所以我們的清廉分數 看起來表面 表象是還排名滿前面的 可是主要是因為我們現在 政府好像很多弊案都不查 不必去查 都不用查 所以才會搞成這樣 不過這事情可能要查清楚 因為現在泰國開放免簽 從去年的下半年開始到現在 很多人會到泰國旅遊 這個新聞一出來 去年的年底12月28號 外交部發布了一個訊息 他說泰國開放台灣人 免簽之後 短短兩個月 台灣人入境泰國 轉到緬甸詐騙園區的 就多了四到五起的案例 外交部他沒有做相關連結 但是他把這個事情兜在一起 說免簽之後 好像跑到被送到緬甸的人變多 可是我看到新聞我也覺得納悶 簽證費不過就是一千二 有差這個免簽 差這一千二就變成增加多 這個連結到底是什麼 現在有一篇報導 前刑事局的官員就說 這個沒有關聯 就是沒有直接的關係 只能說自願去 或者是被控制自由的 大多人都知道說 要去做什麼事情 到當地 你不是被騙過去的 你自己也知道要做什麼事 你等於說是賣了這個 賣生器的狀況 那同一個時間 美國公佈了 惡名市場的名單 什麼叫惡名市場 就賣了很多仿冒的 或者劣質品的 甚至可能對你身體是有害的 現在點名淘寶 蝦皮 拼多多等等 美國的貿易代表署列了39個網站 這個都非常有名 很多人都一定會每天 在上面買了很多的東西 但是各地的狀況都不一樣 像新加坡的總部大量投資 防偽強化主動篩檢 但是還是存在大量的仿冒品 等於說抓不慎抓 但是新聞有點到 台灣跟越南的蝦皮做得不錯 因為他們跟執法部門 有加強合作 所以仿冒品的數量是比較少的 可能有一些變成是平替的 也有可能選項比較多一點這樣 那台灣現在有出現了 社理教在街頭 是不是又出現了他們的蹤跡 非常有名這個啦啦隊的女孩 這個叫迪奇的 他就告訴大家 在西門町遇到兩位 韓國的女生傳教 然後又說他們剛學中文 要找人家練習 問他有沒有時間練習 然後就翻開黃色的冊子 開始介紹父親上帝 母親上帝 逾越節 還說聖誕節 是這個撒旦誕生的日期 跟他們平常的想法 落差非常大 也非常驚訝 然後上面還寫了相關資料說 某某某某某協會 感覺好像是社理教改名之後 又開始到處傳教 那社理教之前 其實這個鄭明熙的事情 大家在新聞上 甚至內服上 已經看到很多了 就是他有非常 讓人家覺得法子的這些行徑 這個請教玉峰 好 我們先來講 台灣一開始是先 我們開放說泰國來這邊 我們是免簽的 然後發生什麼事情 很多的人就是來 然後從事犯罪的行為 這個東西後來我們就 也要求泰國也要開放免簽 他是先開放別人 後來開放台灣 台灣去有沒有變成 直接到詐騙集團去 其實滿多的 但這些人就像這個刑事局 他們自己講的 你就是知道需要做什麼 你很多人是在台灣 拿了一筆錢 你先跟詐騙集團借錢 然後你再過去打工 還債的 你現在過去之後發現 怎麼這麼硬 你不是說都可以住 五星級 酒店 後來發現不行 然後業績也不達標 不達標你要還錢 還不出錢來就被揍 所以這個東西 外交部的一個連結 是把事情想得太單純了 你整個詐騙的環節裡面 他們去一次 至少要賺到1000萬台幣 你的業績是1000萬台幣 你的KPI是1000萬 你才能回來 你去做不回來的話 你當然就會被淋路 甚至往後面的地方來送 所以其實這個沒有那麼單純 現在來講說很多人去做了 然後發現做不好之後 就打電話跟爸爸媽媽要錢 爸爸媽媽又沒辦法 給那麼多的錢 你至少要1萬美金 很多的爸爸媽媽 是拿不到那麼多錢 所以才用方法去刑事局去報案 其實警方對於這些事情 他們也是非常的頭痛 因為你們當初在台灣拿了錢 然後上了飛機 你想要去一夜財富自由 但是做不好之後 你現在要回頭來報案 所以對警方來講 這個是滿辛苦的 至於淘寶的部分 簡單來講 很容易很容易被騙 你大額的 你要想一件事情 你大額的你就不要這樣 蝦皮也是拼多多 拼多多是因為到美國去 你大額的你就不要 你就用實體墊面 或是用一個比較好的東西 不然你遇到的話 很多朋友遇到其實真的很麻煩 好 設理教我跟他淹源盛生 你要被他告過 被他告過 對 州長一看就知道了 就是凡是你有寫過他的新聞 講過他的事情 他就是告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當然我們最後是 還我們清白 那都沒有問題 他其實就是要折磨你而已 對 那過程是非常非常的麻煩 他們有一組很強的律師團隊 一直弄 一直弄就是折磨 真的 好 我們更多話題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賴清德當選之後 中共的這個動作一個接著一個 除了斷交 除了所謂的這個 突然用各種軍事上的 然後最新的一個動作 他們取消了N503 飛行偏制的這一個動作 本來在馬英九的時候 2015年的時候 他們宣布了N503的航線 非常接近我們的海峽中線 當時馬英九還在 兩岸關係還可以對話 馬英九立刻跟他們溝通 所以好 決定了 雖然是N503 但我西偏 這麼一西偏 距離我們的中線 還有25公里 還算可以緩衝 但是如果他現在取消了西偏 回到了原本正規的N503的航線 距離我們最短的只有7.8公里 只擺一點 就是原本離中線有25公里 變成7.8公里 就變我們反應的壓縮時間 就非常非常非常少 另外還有兩個W12航線 跟W123的航線 增加了由西往東的方向 本來他們是往北飛 變成往西 大約是增加我們誤判 或者是你有可能用民航機 跟這個戰鬥機 用偽裝的方式 國家安全研究室的所長 就是說你打破了這個海峽中線 像這樣的意義 不過其實早就打破了 也將會加大台灣空防 監測的壓力 張炎廷前副司令 他就直接告訴大家 他說如果戰機 尾茂式民航機 在接近中線的時候衝過來 攻擊台灣的話 其實只要兩分鐘 就來到台灣的上空了 你說台灣的飛彈火線多厲害 連街都來不及街上 黃國財還講到一個很重要的 你現在看最近的是7.8公里 他說還可能會更近 為什麼 如果有天候狀況不好的時候 他可能偏東 偏東就比7.8公里 還要更加的接近 更加的緊迫了 而且這樣一改 變成是民航跟軍機 其實會有衝突 像W12就跟南北竿的 這個航線飛航接近 W123跟金門的機場 又飛航線 如果大家沒有溝通好 很容易出狀況 然後外交部這時候跳出來 要求中國大陸立刻跟他們 跟中華民國進行協商 但是中華民國 這個中國會理我們嗎 大家也覺得很納悶 然後剛剛講到賴清德旋徨完之後 動作一個一個接一個 包括1月29號 也看到一個從來沒有發生過 說澎湖出現巨大的浮球 裡面有衛星的發爆器 裝著中國的SIM卡 這個非常非常詭異 然後包括我們之前有報導過 1月17號 解放軍突然在四面八方 遊訓轉戰 突然衝過來 搞到我們的橫山指示 每個人都很生氣說 這個老共是瘋了嗎 還有包括斷交 1月15號 諾魯宣布跟我們斷交 狀況越來越多 大家都想說 幾乎每隔兩三天 就會有一個動作 請教楊敏 M503 現在我們這些主流的評論 都讓大家覺得 有點精細是何系的感覺 怎麼說 明天立法院裡面 會有一位吳宗憲委員去報導 我們的綜藝天王叫吳宗憲 他最愛講的一句話叫 嘿嘿 見鬼啦 我們的海峽宗憲 早就沒有了 早就沒有了 大家還記得嗎 裴洛西那一次 整個海峽宗憲 就已經被越過了 而且現在我們每天 我忘了補充一個 今天就有22架的共機 有超過一半是越過了中線 沒錯 這個就是每天國防部 都在公布共機 而且是軍機越中線 每天都有 最近的 你說什麼偽裝民航機 都不用 本機就過來 最近的都已經到距離台灣 已經越過中線 距離台灣20隻海里了 已經是已經幾乎逼近 你的領海領空線了 我們還去講海峽中線這條線 來去解釋M503這個航道 本身就是一個 不合時宜的邏輯 除非你今天回到 馬政府時期的狀態 那個狀態叫什麼 兩岸有協商機制 2015年M503這個東西 頒布之後 那時候民進黨 我來幫他複習一下 那時候還喬了一下 讓這個中國大陸 他們願意往裡面飛 六海里 那時候陳其邁說 他說他是立委 他在立法院質詢的時候 他就批評 他說這個是從輸到脫褲 到輸到只剩一條內褲 那我就問現在的執政黨 現在是內褲也掉了嗎 那再來 當時的鄭運鵬 那當時他是民進黨發言人 他代表民進黨發言的時候 他講說 M503這件事情非常嚴重 衝擊我們的飛航安全 那要求行政院入委會 立刻展開協商 好 請問 結果我們的外交部說 要求中國立即和我方展開協商 等一下 我先搞清楚 是陸委會處理兩岸事務 還是外交部 我們先搞清楚 我們這個政府就是比較特別 那外交部沒關係 外交部可以做的是什麼 你趕快去請交通部 民航局趕快去跟ICAO 國際民航組織 但是我們有加入嗎 我們不是會員 你說ICAO 這個有點尷尬 我必須講 在國際上沒有海峽中線 這是兩岸的一種默契 所以現在這個就某種程度上 只是對岸在他們的空域 畫了一條類似高速公路 我們的航線要去分流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東南沿海的飛機的量 那個運量非常大 馬上要碰到什麼了 春運 所以他們有他們的正當性 你要知道2015年 那時候還沒有這個N503的 航線的時候 上海機場兩座 浦東 紅橋 他們的準點率差到不到四成 現在 你知道嗎 自從N503設置之後 他們的準點率提升到七成以上 翻倍 所以你說這個對他們的 這個內部民航的機制調控 有沒有用 有用 但是你說我們的感受 會不會不好 也會不好 可是需要兩岸協商的時候 請問蔡政府要怎麼樣 回到協商機制 老實說沒辦法 好 大家很多人就說 選完之後沒關係 不用擔心 兩岸絕對不會打仗 但有一個數字可能反映出來 大家嘴巴講不會打仗 但心理上熟 忍不住 就去Google了什麼 大選當天開票開出來 賴清德營的 很多人立刻去Google移民 他聽說他的指數是100% 就很多人去查移民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有些家長擔心 現在當兵已經延長為一年了 接下來有人擔心 會延長到兩年 這等一下要請教玉峰 有可能嗎 真的會最後變成是兩年嗎 然後移民民眾說 那我乾脆去美國 可是門檻是80萬美元 那現在傳出南韓跟杜拜 可以買房子兼移民 那南韓的門檻是多少 2400萬台幣 杜拜的門檻是1800萬 杜拜不是物價比較高 怎麼感覺門檻比較低 真的有機會 大家真的流行這樣 倒是有人說可以學學 大陸在去年有一次莫名其妙 在10月的時候 可能因為他們防疫的關係 突然相關的移民 熱搜超過5億次 官方覺得苗頭不對 立刻把從關鍵字給他移除 也許我們可以 為了迷失太平 我們可以學習這個做法 倒是這個時候 因為兩岸開始緊張了 原本一個去年 美國智庫做的研究說 如果美軍介入台海戰爭的時候 我們死傷狀況是怎麼樣 這個相關的數據跟結果 其實都是舊的 一年前 但是中國一個百度 具有235萬訂閱的敖籃記 就把這一些重新再寫了一遍 而且還拍了一個影片 告訴大家 所以如果真的打仗的話 可能在2026年會爆發戰爭 三週之內就生出勝負了 美軍會損失兩艘航母 10到20艦的大型的作戰艦 三千多人 但台灣我們自己會陣亡 達3500人 我們所有的驅逐艦 護衛艦 全部都被集成 日本的自衛隊會被美軍 當作先衝鋒 預計日本會損失 100多架的戰機 這是美國智庫 他們做出來的一個 非常多次的這一些 砂盤推移裡面得到的一個結論 不過美國現在問題很大 美國軍機 F-16戰機 最在南海外海 那在過去短短的半年 多的時間裡面 這已經總共是第三期 到底他們的 這個最強的戰機 發生了什麼事情 以及美國前國安顧問波頓 他也預言說 川普是一個很自私的人 會懲罰他認定的敵人 而且安撫俄羅斯跟中國 如果再一次當選 一定會封鎖 這個中國封鎖 台灣的風險就會增加 包括習近平去年11月 CNN報導說拜習會的時候 告訴拜登 北京不會干預 美國今年的總統大選 這個承諾不到到底 是不是真的還是有效 請教育峰 我們先來講這個移民衝上熱搜 其實最近來講有一批的青年 已經進去當兵了 然後這是第一批 就是從四個月要調整回一年的 你在網路上面 你在D卡上面 你看看他們的憤怒 你說為什麼會有移民衝上熱搜 光做一年的兵 他們都會受不了 你說會 未來會不會延長到兩年 我覺得這個趨勢就是這樣 你四個月到一年 一年到兩年 趨勢只要一啟動 跟股價一樣 一啟動你往上 那趨勢起來的就是這樣 當股價往下 就是往下的時候 那就是一個循環 所以未來的話 你各位真的要特別的保重 可能這個兵會越當越久 因為美國那邊的態度 就是很明確的 你要跟我們合作 你們自己就要拿出誠意來 你說這些軍購 這些軍售有一部分的難度 你至少你們要當兵吧 所以這個來講的話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其實非常的憤怒 很多的年輕人 好 再來 你去美國的移民80萬美元 其實大概是多少錢 2400萬 所以你去對比南韓 也是2400萬 代表說你要付出的代價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你不要覺得說 我想換完2400萬 沒事了 平安了 第一個 你的資歷 你要非常非常的有錢 你才有辦法 不是說你緊繃 我弄到2400萬 我就去 之前大家都流行去哪裡 葡萄牙 葡萄牙 大概就是說 1500萬台幣就可以了 可是你去那個地方之後 你一直以為說 那個地方就是陽光很漂亮 然後沙灘還要很好 好像3點就開始喝紅酒 對 就覺得很好 但其實有很多的東西 它的政策是非常的反覆的 你至少要有一個團隊 你不要自己養人 你還要付錢 給一個顧問管理公司 他來幫你處理這些傻事 你自己在台灣 你現在還有事業 你還有上班 你說我先把家人送去國外 沒有那麼簡單 有錢人都做什麼事情 都直接去入新加坡籍 這個是最快的 你不要以為說 我湊了多少錢之後 我就去杜拜哪裡 後面的事情 簡單來講會煩死你 好 再來你說 中美在2026年 然後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來算的話 你要算到一個問題 日本會不會出兵 他這個算法是美軍先叫日本人 你們先衝 然後你們的戰機先折損 然後你們的艦艇被擊沉 美軍再怎樣 然後我們最後還會傷亡3500人 其實我覺得日本根本不會出來 日本跟美國 他們之間的安保是怎麼說 日本是提供了一些地方 一些國有的土地 讓他們做美軍的基地 這些不管在沖繩 不管在本島 都引發日本很多的抗爭 你說日本人要出兵幫台灣打仗 怎麼可能 所以這個東西來講 我覺得從邏輯上 第一個就不通了 好 我們更多的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如果你身家有一兆2000多億 這個你會怎麼穿呢 這一位現在登上熱搜的騰訊的首席 執行官馬化騰 他參加他們年會的時候 跳舞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他穿的這一件 這一件毛針線衣服 看起來很普通 怎麼會跟一兆多的身價 能夠做連結呢 那這一個在網路上一Google 電商平台只有賣不到80塊人民幣 台幣就350塊錢 然後一堆網友說 這波天的富貴輪到我了嗎 我穿了就跟他一樣有上兆的身價嗎 這網友真的是想太多了 那底下很多的網友 開始討論說 這件買過 不要買 因為買了第一天起毛球 還會掉毛 千萬不要買 但是他熱搜的話題 因為畢竟是馬化騰 熱搜的比數 居然只爬在楊密的後面 楊密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 粉色外套兩小時 就賣了24萬人民幣 短短兩小時 所以女明星帶貨能力很強 畢竟他是中國一線女明星 結果馬化騰只有差他一步之遙 只有差一點點 所以他的這個帶動的話題 效果非常好 那另外一個 最有錢的夫婦黨張婷 大家都知道這一兩年 他們受困了 受困 解困之後翻身 現在傳出來他們保住了 他們88.8億的這些資產 所以就開始發發發 一路發了 他甚至跑到杜拜 擺出了這張照片多高調 擺出了一個勝利女神 我就是勝利 而且金句連發 他說你不一定要逆風翻盤 但一定要向陽而生 那他們在拜傳出來說 他們現在開始有資金了 所以他們到杜拜豪宅了8.5億 要買這一些海景別墅 傳這個之前的案子 其實跟工房 跟法院工房的兩年 這個結合我們上面那一段 他們是不是準備要移民 因為1800萬就可以移民 所以這個8億多 應該可以移民很多次了 請教楊明 第一個就是說 林瑞陽跟張婷他們這類夫婦 因為之前的這個 中國大陸對他們的控管 包括資產的凍結等等 確實吃了滿多苦頭的 現在好不容易能鬆一口氣 結果被做這個文章 他們很緊張 趕快請律師發聲明 說沒有 我們沒有在杜拜買房子 否認 對 他們說這是謠言 所以你注意 其實包括前面講這個馬化騰 中國大陸他們在網友的圈子裡面 其實被這個毛衣被漏搜說 你這個身價上億的 為什麼你居然是買一件 80塊人民幣的這個毛衣 這個對 這就是馬化騰想要的效果 要低調 沒錯 你要知道近幾年 中國大陸因為習近平 他是禁奢打攤 所以他們的官員 但這不會交往過正嗎 我跟你說 在疫情期間 有很多 寧可過 不要不及 保命最重要 你看對比林瑞陽跟張婷 你不要被盯上 你不要被盯上 因為之前 張婷才是太高調了 不過就我了解 林瑞陽跟張婷已經不會再 不太會回去中國大陸了 這個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他事業體還在 但他們已經 基本上已經交給家裡 盡量不要再進到中國 他們連員工的出國旅遊 都是可以去跟他們碰面 就是高幹他們是可以出國 然後跟他們碰面 就是我認為他們離開了 就很難回去了 當然這個馬化騰的狀況 過去中國大陸曾經有官員 寄一條愛馬仕的絲金 4000塊人民幣 馬上網友露收出來 然後這個官員就等著下台 等著被查 所以馬化騰 可是他不是官員 我跟你說 你有沒有發現很多企業家 莫名其妙就消失了 已經開始往企業 這個文化開始走 所以這個就是他們設定好的 我要的就是這個 紅色洗慶 然後大家都買得起 你也可以跟我一樣 跟首富一樣穿這一件毛衣 效果就達到了 還可以刺激一下底層經濟 你看多好 好 這個是不是也刺激 我們台灣底層的經濟 林百里 張忠謀 一干人等 還有包括輝達的王惠仁 這些加起來也好幾個兆了 黃惠仁的身價是1.44兆 負比式排行第23 林百里他身價3500億 張忠謀身價857億 這些人聚在一起吃飯 這一家餐廳叫做洲際食譜 聽說是司徒 聽說本來就很難訂 然後這一張照片出來之後 可能就會更加難訂 他有名的是花雕圓題 還有包括冷凍水餃 冷凍水餃還不便宜 一包50顆 要1000多塊 很多人都還要搶著要 他的黃惠仁還有另外一家 花娘小館 這一家也非常非常有名 然後每次去點 他都會點蒼蠅頭 說實在太好吃了 導致你現在Google蒼蠅頭 就會跑出黃惠仁的名字 這也是滿特別的 那黃惠仁自己在相關的活動裡面 他有點名說未來有九大 這個值得非常有潛力的超級巨星 包括台積電廣達 偉創鴻海 日月光控 投控 還有包括華碩等等 被他點名到的 他點名到了可能又繼續 要再往上衝一波這樣子 甚至有另外一個 雖然都是兆 另外一個身價也是破兆的 1.7兆的薪資 被美國的法院判決無效 結果馬斯克他的特斯拉的股價 應聲又重挫 跌了2.6% 一樣都是照然 命不一樣 請教玉峰 對 我們先來講 這個其實台北最大的私储 其實就是這三家 第一個喜香鳳 喜香鳳我們之前也討論過 你說內湖 內湖 對 然後另外兩個多在 對 另外我們討論過 部長幫忙 對 有利人士 但是花鳥我也吃過 就是他最近的蒼蠅頭的花鳥 他就是在那個醫院 很大的那個醫院的後面 所以以前大概 很大的醫院是哪個很大的醫院 就長根 就長根後面 所以如果你去 然後你運氣比較好 可以早一點看完整的話 大家都會去那個地方吃一下 可是我現在已經吃不到了 聽說那個老闆娘為了 他接電話 那個餐廳都拔掉了 對 開玩笑的 就是真的真的沒有人手可以接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徐家 所以這幾家其實都非常的好吃 但是一切就是要碰運氣 那最平民的我覺得 就是我吃過的花鳥 你有一些時候 我覺得等到這個風頭過了 你有時候去的話還可以 但喜香鳳 看風頭很難過 因為他三不五時吃一吃 每次去都吃四趟新聞 對 真的是 但是花鳥跟其他的不一樣 其實喜香鳳跟徐家 他現在已經變成桌菜類型了 他就是兩桌 喜香鳳不是也不接電話嗎 根本 他只接熟客的定位 對 根本理都不理你了 對 但是花鳥還有像小館子 你還是有機會可以吃到 就是等這個風頭過後 然後其實你看NVIDIA 最近來講真的是賺翻了 很多人在講說 到底股票要買什麼 他就直接就報名牌 我們不能報名牌 在電話上不能講個股 他就直接講了 你看最近台積電 他點名之後後來確實有 台積電有創一個波段新高 然後另外一個是日月光 日月光其實算是非常老牌的 可是跟上了這一波 NVIDIA的浪潮之後 也穿了波段的高頂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真的是很厲害 點時成金 真的是點時成金 而且他是團進團出 跟民眾團進團出不一樣 人家講的團進團出 才是真的團進團出 你只要當我的協力廠商 我不只給你單 我還會給你面子 大家來做一做 你的尾牙我也去 然後真的是把大家 我有漏溝的 對 另外來講 馬斯克的話就很慘 你看去年S&P500指數漲了多少 漲了二十幾% 二十幾%漲的都是什麼 都是Meta 都是Amazon這些 但是私人讀喬水就是特斯拉 特斯拉今年到目前為止 股價是胖胖胖胖胖 一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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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特斯拉他這間公司 其實最主要的一個 指標性人物是誰 就是Ian Musk Ian Musk有這個事情出來之後 其實他最近還要在 跟他的管理層 跟他的董事會在談下一份薪水 為什麼他會變成世界首富 就是因為他在2018年的時候 跟他的這些大老闆們談薪水 老闆說你現在特斯拉要倒不倒的 他說不然這樣子 我們說KPI 你薪水我也要的也不多 像是Tim Cook 他一年的薪水是1億美元 1億美元 1億 他是美元 對 我們不要被平常限制的想像力 他是跟他的這些大股東談說 我們就用股票選擇權 如果你 他那時候其實心有成竹 你隨便你KPI你自己開 他們就第一個要他轉虧為營 第二個他要賣到很多 所以他的這些東西他都達標了 所以他有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的股票 然後再加上過去這幾年 砰 砰 翻 他是怎麼翻 1倍 2倍 3倍 4倍 5倍 6倍 7倍翻 然後整個他的經濟才做出來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第一個 你只要讓他心情不美麗 薪水的薪 你覺得特斯拉的股價會漂亮嗎 我覺得這兩個已經連結在一起了 沒有那麼容易的事 好 我們更多的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很多人很難想像 樂天這麼漂亮的啦啦隊的女孩 居然會出現在廉政署 每一個打扮都非常時髦漂亮 但怎麼會被約談 怎麼會被法辦 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而且他們究竟做了什麼不法的事情 原來是司機通告 司機活動 但這也太離譜了 而且你看問訓的時間 背後天氣都是暗默默的 等於是晚上過夜的時候 在跟你徵訓的 到天亮才出來 到底犯了什麼滔天大罪 要徵訓到這種程度 好 那事情就是這個主角 樂天的前領隊 蒲偉欽 他涉嫌幫這些女孩撕接通告 打著公司的名號撕接了 包括孟傑 李恩飛 林穎樂 還有陳怡 這些他們撕接的商業活動 然後中間還有包括 政府機關的公益活動 每一場至少十多萬以上 有著直接進到了 這個前領隊的 還有前經紀人的口袋裡面 也就是因為有跟政府機關有關係 所以最後是廉政署 所以第一時間大家想說 這些女孩會嚇到 廉政署聽起來蠻厲害的一個單位 那到底怎麼回事 眾說分語有一說說 可能是因為跟內鬥 他們的人很生氣 說怎麼一樣辦活動 大家價碼差很多 然後易差非常大 所以就非常生氣 就是講到去檢舉 當然也有人講說 他們接業配賺很大 像林鄉一度傳出 三個小時的活動 賺了26萬 然後有人說如果這一些 拉拉隊女孩去參加活動 沒有穿制服 沒有看到公司的logo 大部分就是撕接了 請教玉峰 好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大家看了一個重點就是說 為什麼是廉政署來辦 為什麼是廉政署來辦 樂天是一個私人企業 雖然樂天女孩去哪裡 大家都覺得很開心 看到就覺得很歡樂 然後我們甚至有朋友 自己的尾牙 也是找這些拉拉隊的girls來做 那廉政署來辦 這是有一個重點 因為有公務機關 而且懷疑有公務人員涉案 這個才是重點 如果沒有公務人員涉案的話 你們公司的事情 你公司被人家侵佔 被人家背信的話 那是你們自己的事情 我要是這些女兒我會嚇死 一定會嚇死 發生什麼滔天大罪 要我去廉政署 然後問到隔天天亮 對 其實這個應該就是 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如果你只是人家安排的案子 你就是去唱唱歌 跳跳舞 你筆錄怎麼問到一天一夜 一定還有更多 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後面還有公務人員 這個公務人員並不是說 因為現在目前看起來 很多的部分 他是說是公益的 我們有時候私人企業 跟公家機關會有一個公益的 但實質上應該是有經費 所以廉政署才會出手 因為公益有一種是沒有錢 或者是少一點錢 對 通常就是少很少很少那種 像公務人員 我們也常去公務機關去演講 一個小時就一千兩百二塊 那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其實後面 可以公開講 對不起 那是官方的重點費 那後面來說的話 其實就要看說哪些公務機關 然後到底有沒有公務人員涉案 然後這些拉拉隊的女孩 為什麼會問到那麼久 如果問到那麼久的話 我覺得後面恐怕還有事情 其實像這個普惠欣這個前領隊 他在樂天最重要的功勞 就是找到李多惠 還找來了林鄉 其實都是他前 這麼厲害 都是他任內簽下來的 那他從 他其實這個樂天前身叫做桃園 Lamigo 在之前的Lanew 他就一直在裡面擔任 這種所謂的行銷總監的這個角色 那為了為什麼被換掉 他就是因為現在的球團 他們對他撕接這些活動 其實一直都有一些傳聞 就早有傳聞了 對 現在變成說 公司可能覺得 因為你要知道 樂天在台灣的經營 他們可能覺得說 奇怪 你一直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已經容忍你很久 你居然還一直做 而且甚至 越做越離譜 有些他可能是把拉拉隊 變成他私人的資產來去操作